我们的观光做成什么样子啊 最惨的暑假 请问员工的薪水要不要付 请问银行的贷款要不要付 系统性的风暴都要发生 你不能说我有做啊 不 但是做不到啊 既然一个沿海的 漏倒的 蓝色公路都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的政府 大有远的政府 我们的行政部门都生病了 哪一个基本像样的 国际期的一个度假村 台湾都没有 我们的观光这八年到底做了什么 新政府是用人为亲 还是用人为财 你们用人 他非常的努力在了解 所有的交通状况 人民要怎么活下去啊 我们的观光做成什么样子啊 花莲就两大产业 第一个叫观光产业 第二个叫做农业 观光产业 现在我们住房率 暑假 5% 因为路又断了 报告委员 交通部其实很努力在做补助啦 最惨的暑假 最惨的暑假 5% 好 院长 您可能还没有进入状况 本席再说明一次 这个5%代表什么意思 暑假应该是百分之百住房的 现在5%是什么意思 花莲的观光产业 现在代售的民宿 要sell的民宿 将近一千家 请问员工的薪水要不要付 请问营养的贷款要不要付 这是系统性的风暴都要发生 我刚刚在资深报告都有提到这两部分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到底具体的作为 而且有效的作为 今天政府不是说我有做 是你做的有没有效 国家庞大的资源都在你手上 做的有没有效 能不能够把灾民揪出来 这才是重点 你不能说我有做 但是做不到 没有做到更快更多更好 我当然愿意全力的来检讨 那我们是全力在做 但是有很多自然的状况 很阻碍我们各种进展 你刚刚说自然的状况 那好 我们现在讲 我们现有的状况 这不是大自然因素造成的 我们看一下 现在台北花莲的班机 我们看一下班机 我请问一下院长 班机你们到底是把花莲 看作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一个观光的城市 过去到2016年 台北花莲2600班次 一年现在200多班 花莲机场是全国最漂亮的机场 底下几棒 我们的交通部是睡着了吗 报告委员 陈部长已经解决 要解决这个问题了 他有方法有实诚 有没有解决 你找时间才来跟我说明 我今天是问院长 马上您交代之后 我就马上就 我是把现在的数字让你知道 好的 谢谢 2600班到2016年 民进党执政8年后剩200班 一个这么漂亮的城市 变成200班 再过来 你们到底有没有国家的资源 去腾起这个地方 为什么航空公司都在赚钱 EPS3块4块5块一年 为什么 黄金航线没有去绑 国内应该有的责任线 因为这个航线是要养的 你把它养起来 未来它长大了就不用你再养 那委员 陈部长有这个计划 已经在什么时候实施了 我们将会有定期航班 礼拜一到礼拜天都会有 委员也很关心 委员很高兴你这么说 但是呢 我们再看了 我们再看一下海运 台湾四周环海 竟然没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 一个蓝色公路 可以绕得这么漂亮的台湾岛 让全世界的观光客可以来台湾 看一下台湾岛有多美 看一下 一个利纳轮 201到2016年都会201班 到2021年就不完了 政府没有关心 没有救助 没有支持 一个这么美丽的台湾 就在太平洋兵 竟然一个沿海的 绕倒的蓝色公路都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的政府 大有为的政府 本席现在有明确在国会殿堂正式 正式跟院长讨论这个事情 也正式告知 以后不要说你不知道 现在已经讲过了 交通部已经在计划这个事情了 再跟委员说 好谢谢 接下来怎么做 接下来怎么做 就多拜托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千万的观光大国 台湾人民这么善良 明明我们可以好好的 做一个观光的 台湾的一个观光的城市 现在 院长 我们今天要资料 等于国民党团总召集人 要资料都不敢给 观光署现在不敢给 现在外客来台 总观光支出多少 一到七月 他们要不到资料不给 报告委员目前已经超过五百万 目前超过五百万 超过五百万 很好 了不起 不好 我们看一下 不够好 不够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两年 亚洲我们周边国家是怎么样 看一下 好 2023年台湾六百四十八万 香港三千四百万 泰国两千八百万 日本五千 两千五百万 马来西亚两千零十四万 新加坡 这么弹丸之力的新加坡 一千三百六十万 越南一千两百六十万 韩国一千一百万 台湾六百四十八万 我们的行政部门都生病了 台湾有哪里不好 台湾比不上越南 比不上泰国 比不上新加坡 比不上马来西亚 比不上韩国 这是我们的台湾 好 这不用解释 因为这数字说明切 这还是观光署自己给的数字 我们就取一个很简单的 很高档的全世界都有的 climate 全世界有七十个点 台湾竟然没有一个climate都没有 一个点都没有 世界高档的消费群来的 哪一个基本像样的 国际级的一个度假村 台湾都没有 我们再看一下 连日本的一个十环岛 一个岛只有四万多人 都有climate 四万人的十环岛都有 台湾两千三百万 所以我们的观光 这八年到底做了什么 所以我想院长 我们还有很多 可以切磋的机会 所以本席今天 真的是非常诚意的一一 来跟院长就教 也让所有院长 能够知道这过程 我们再看一下 那个陈部长 我相信您未来的表现 可能有机会做得不错 但是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到底新政府是用人为亲 还是用人为财 我们从来上一页 我们从2016年开始 看交通部长 贺承淡先生少数 也是土木工程 也当过交通局的局长 那个吴红谋先生 至少环境工程的博士 林嘉隆先生 耶鲁的硕士 博士 至少他还当过台中市的市长 再过来 这个王国财先生 他至少是交大运营所的博士 也当过高中市政府的交通局长 李孟燕部长 至少是荷兰水利工程 工程方面的专业 也当过台南市政府水利局长 现在的陈世凯部长 一路 东海大学政治系 政治研究所 台中市议员 教育东西有多么的专业 跟经验的需要 我们国家多么重要的一个部会 你们用人 了不起很大胆 把过去用人的规范完全打破 本习没有干涉 总院长你的用人权 我们现在是尊重 但是我们用真大眼镜来看 下次可能就不是这样 我们尊重你的用人权 但是用人有没有真正的专业 本习在这里要先送你一张 报告我一句话 从刚刚部长的几句答话 你也知道他非常的深入 他非常的努力在了解所有的交通状况 2024年9月8号本习上了火车 已经上了火车 然后通知我说 路又断了 所以要请我下车 我们所有列车上的人 通通下车了 然后花莲火车站相当名一样 一堆人赶着退票 一堆人赶着不晓得怎么样离开花莲 这些观光客 来 本习送给你一下 现在我们有三兆多的预算 今年比去年操编了很多 增加了2800多亿 2800多亿 虽然我们还有很多机会碰面 但是本习还是要提醒你一下 提醒院长一下 这个广宣费用大内宣 就像2758号一样 台湾躲在自己门里面在玩大内宣 本习这样子 到底为什么大内宣要多65.4% 院长可能要准备好 是为什么 要多这么多钱 还要打炸 说要打炸生态系 哇 这不得了 这名字取得好 打炸生态系 要73亿 2022年蔡总统蔡政府是14亿 打炸国家队 2023年打炸专则办公室13亿 赖政府打炸生态系要73亿 这是院长您宣布的 本习还不了解 但是呢 看一下 这个法务部的官网 我们现在诈骗的情况 108年诈骗案有34947件 到去年 229000件 这不得了 六倍 真的是了不起 越打越炸 钱越花越多 越打越炸 本习希望 院长 你要斟酌 我们看一下台电 看一下台电 现在台电到底会 在 我们赖政府下面 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就看今年跟去年 去年的负债 两兆3311亿 今年负债两兆 四千九百七十九亿 多了一千六百亿 好 资本额膨胀了一千亿 因为政府拿钱给它 累计亏损 四千三百四十九亿 到底台电 怎么样才不会到 就是能源政策 我们一定会安排一个 能源政策 让院长 到立法院 来跟全国国人来说清楚 我们光看一下三兆 三兆多的总预算 我们看一下 九千亿白花了 打水漂 两兆 风力发电的大饼 国产化 风力发电跳票 多的价差九千亿 多给了九千亿 现在没有 委员九千亿不是用在今年 那是好几年的预算 这是政府的合约 要把九千亿跟三兆 政府的合约 这是连续预算 多花了九千亿 那是一百一十一年开始 不是今年 签列九千亿 这个我们再度的戳名都 赖总统不是那个九千亿 还有后面这一题 现在不得了 赖总统 协助企业 进年转型 要再九千亿 哇 这不得了 光电前坑政策 图立光电厂商 院长 今年我们还有很多次 见面的机会 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 皇家呵护 抗光清赏 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 高防晒凝露